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以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云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太一生水作谷 万古至尊 就在李云霄闭关的第四天 突然密室外传来讯息的波动 他缓缓睁开双眼 一般这个时候 若是没有急事的话 景轩是绝不会打搅他的 他伸手一招 那讯息立即传入脑海中 李云霄的脸色微变 猛然起身 从密室中走了出去 景轩则是早已在外面等候 脸上露出焦虑之色 云霄 你看这个 景轩一看他 二话不说 就打出一道法绝 空中立即浮现出小红的景象来 还有成诸府发来的寻人告示 景轩道 就在昨日 海族气势汹汹而来 就是为了寻找小红 李云霄脸上 并无太大反应 他对海族的了解 比普通人类要多 所以并没有认知上的恐慌 只是喃喃自语道 原来 他是来自东海 那么寻他之人 定然就知道 他是何物了 景轩愣了一下 他听不懂李云霄在说什么 只是急切道 现在如何是好 满城都在寻找小红 他曾经公开在店铺内做过导购 我怕很快就会有人寻上门来 刚说完 江千荣便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说道 会长大人 云霄公子 廖城主和来风公子 带了大批的人来了 小红就在紫云商会的事 是无法隐瞒了 毕竟见过他的人太多 几人很快来到大厅 宾客席上早已是坐满了人 廖阳斌和一些城内大佬 还有北明来风等人 全都把目光落在了他们身上 廖阳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云霄公子 锦轩会长 众人来此的目的 想必两位也知道了 不用我多言了吧 锦轩不语 微微转头看了一眼李云霄 他这暗示也十分清楚 那就是一切都以李云霄为主 李云霄点头道 已经知道了 但是小红我没办法教出来 由于一些无法名言的原因 也教不出来 众人都是一愣 北明来风冷笑道 你说教不出来就教不出来 两天后 海族之人再来要人 要不我们就把你教出去好了 大家都以为李云霄会暴怒 却不想他面无表情 反而点头道 如此甚好 我也想找他们打听一些事 撤 北明来风也一下愣住了 廖阳斌和所有的人都是呆了一下 想不到对方这么爽快 廖阳斌语重心长地说道 云霄公子 此事关系两族和平 还望慎重考虑 交出小红化解干戈才是正途 他刚刚结交了这么一位盟友 可不想他出什么事端 李云霄微微一笑说道 放心吧 我会给海族之人一个交代的 他内心则是想到 正好以海族为突破口 打听小红和那泥石之事 至于什么两族和平 天塌了也有高个子顶着 当年他不就捅破了天 有圣域出来顶着吗 廖阳斌一下雨塞 但既然对方都这样说了 他们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北明来风道 这两天大家都辛苦点 多盯着一下紫云商会 千万别让一些人跑了 众人也都是这般心思 纷纷离去后 便派了大量高手 十二个时辰不间断的盯梢 传送岛上的阵法 也暂时停止运转 以免李云霄等人 浑水摸鱼跑掉了 两天后 李云霄如约从闭关中出来 独自一人朝着大海飞去 身后廖阳斌和北明来风等人 都远远地望着 直到看见他与数万名海族战士接洽 这才一个个松了口气 你是何人 城主廖阳斌呢 明博的脸上浮现出怒容来 对方的城主竟然爽约了 还派了一名武尊少年前来 分明就是不重视他们 李云霄神识一扫 并没有发现什么高手在内 而且这些海族战士 也全都是一些歪瓜裂枣 看来是几个种族合并在一起了 他哑然笑道 廖城主昨夜 玉女过多 身子亏得厉害 怕是没法来了 故而派我前来 接应周卫大人 什么 他竟然还有心思玉女 我们吩咐的是 他可曾办妥 明博气愤甜音地怒道 李云霄笑道 自然是办妥了 正因为办妥了 廖城主一高兴 这才玉女无节制 现在还躺在城主府的床上休息呢 明博大喜 忙道 那那个小女孩呢 李云霄凌空打出一道法诀 立即浮现出小红前几天的模样 说道 你们要找的可是她 明博等人猛地盯着那景象 看了一阵 确认无疑 大喜道 正是 正是 赶紧把她交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李云霄淡淡一笑 将那影像谈灭 问道 不知诸位大人 要这小女孩为何 可否告之一二 明博哪里知道 脸色一沉 贺道 此乃我东海机密 你哪有资格知道 赶紧交出来 李云霄列为一沉思 看样子 这些虾兵蟹将 估计也不知道 小红和泥石的事情了 她也懒得浪费时间 直接说道 这小女孩怕是没法来了 她现在正处在一种 我也说不清的状态之中 能否喊你们的头头上来说话 头头 我便是这万里海域的头头 明博 粗眉一扬 喝道 有什么话 就直接对我说 我们广义大人说了 这女孩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广义 李云霄立即知道 这广字 乃是东海王族的信誓 看来这小红果然有些名堂 搞不好 还是从东海王宫跑出来的 她呵呵笑道 那就让那什么 广义来见我吧 跟你们这些喽啰 也聊不出什么东西来 纯属浪费我时间 什么 大胆卑贱的人族 竟然敢说我等高贵的 天野虾族是喽啰 明博气得浑身发抖 那螃蟹头和倒三角头 也都是勃然大怒 虽然他们跟明博都不对头 但兄弟细于强 外遇其辱 一个个身上的气势澎湃而起 一言不合就要开打了 李云霄冷冷一笑 太古天目骤然睁开 一股精神力倾心而出 往前排那十多名武尊身上压去 那精神力上竟然蕴含龙危 龙危 是 是龙危 明博骇然失声 浑身一个哆嗦 再也提不起抗拒之心来 一下子十多人 都是震慑当场 一个个浑身冒出冷汗 这是等级上的威压 来自灵魂的战力 妖龙也是真龙后裔 虽然比不上四海王族的血脉浓郁 但龙危又在 加上李云霄的精神力强化 如同一个放大器 立即将数万海族之人尽数震慑 李云霄的眼中闪过冰冷之色 寒身说道 让广义来见我 我就在这海天阵内等他 若是不来 你们这辈子也别想见到这小女孩了 对了 我的名字叫李云霄 众海族之人都是哆嗦了一下 虽然李云霄是人类的身躯 但此刻在他们看来 就犹如一条妖龙在说话 让每个人都是内心颤抖 直到说完 那股让灵魂都为之战力的恐怖威压 才尽数退去 明博等人颤抖了一阵后 见李云霄再无动作 这才一个个胆寒的沉入海底 疯狂的逃回去了 李云霄沉思了一阵 便飞回到海天镇 众人都在城楼之上观望 看到众海族退去 都是内心十分奇怪 廖阳斌上前迎道 云霄公子 搞定了 李云霄微笑道 搞定了 没事了 大家都散了吧 这 那 那小女孩呢 她们不要了 廖阳斌只觉得有些古怪 却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不要了 我跟她们说了 那小女孩已经不在海天镇了 她们也就没办法 拾去的走了 李云霄满口胡言乱语的说道 她也只能胡乱说一通 若是实话实说的话 怕是眼前这些人都会气死的 北明来风 也不相信地皱起了眉头 说道 海族之人 岂是这般好说话的 李云霄看了她一眼 冷冷地说道 海族之人 单纯可爱 十分友善好客 她们在知道 女孩不在海天镇后 还有好的请我去喝茶呢 哼哼 解决 解决了就好 廖阳斌 怕这两人再次闹僵起来 急忙扯开话题 笑道 云霄公子 意高人胆大 面对一族孤身而去 毫无惧色 令人佩服 海天镇的诸位大佬 也纷纷附和着赞叹起来 海天镇是这些人的根基所在 若是跟海族闹翻了 那可是首当其冲的不保 所以他们比谁都要紧张 李云霄笑道 已经没事了 诸位都散了吧 大家在看到海族的确退得 无异人之后 也再无怀疑 纷纷回去了 一场紧张万分的危机 想不到就这么容易化解掉了 李云霄也回到紫云商会 开始继续闭关起来 数日之后 海面上突然风起云涌 天空上乌云聚集 不断的电闪雷鸣 似乎有异象发生 一道道的恐怖气息 随着那海浪传来 直接扑打到了城池的脚下 那孤零零的传送岛 顷刻间便被湮灭 岛上的强者急忙联手 截出防御大阵 才将海水撑开 维持岛上之人的安全 但那座通往城池的桥梁 已被冲杀得彻底垮塌了 凡人再无法通行 海天镇上的强者 一个个骇然失色 纷纷飞至城墙上 跳目远望 只见那海域之中 缓缓地生起了一道巨大的水花 如同空中花园 上面竟然端坐了几道人影 随后一道道的身影 从大海中窜起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天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